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会儿妈刚去世 爸一个人 又要工作 又要学着照顾 我们姐妹俩的饮食齐聚 姐妹 姐妹那个头 害得我被同学笑话 在学校里抬不起头 可是我没想到 姐为了我跟他们大大出手 可更没想到的是 居然打赢了 我们俩 就一直哭 一直哭 一边哭一边讲妈妈 也不知道哭了多久 姐你停下来跟我说 你会代替上天堂的妈妈照顾我 我说我了 你为了这事 那是来的 你再和她说我 我一样 我也不想跟我说 你再和我一样 你再一遍 你再和我一样 我都在和她那样 我 LO documentation 你没有寻 pr 咱们俩懂点事 别再让她担心了 所以 这就成了咱们俩的秘密 姐 那么早一见的事了 还说她干嘛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小时候的事只记得这一个 姐 谢谢你 我忘了跟你说了 你是我见过最好看的新娘子 你 谢谢你 上次你跟我谈过的事情 我考虑过了 你说得对 我听你的 李明玉确实还欠缺一些经验 不适合直接担任导演的工作 你终于想明白了 咱们再不能让李明玉这样胡闹下去了 我打算先让她见习一次 雅致这条广告 我会让她做我的副导演 你疯了吧 你疯了吧 导演做不了 你就让她做副导演 她是一个没有能力的人 你非让她做有能力的事 说不定她和那些客户 那些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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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使家地提拔她呀 她这个人 什么地方都可疑 你还护着她 莎莉 你在普莱广告这么多年了 你何苦跟李明玉 这么一个新人过不去呢 她现在已经不是你带的人了 你为什么要几次三番地为难她呢 我觉得 是你需要调整一下你的心态 李明玉在公司的工作有目共睹 她勤奋 努力 有天赋 她对广告有很好的直觉 如果我们把她培养成为一个 优秀的广告导演 对于普莱公司来说 是一笔多大的财富 这次雅致的广告 是客户直接指定的 所以 这件事情 就这么定了 你是老板 随你 随你 老李啊 哎 看你愁眉苦脸的样子 给我上点忙 解解门 哎呀 不会下了 我还要回家 给小湘做饭呢 小湘还在家呢 都五天了 这 这娘家回得也太久了吧 你去忙吧 吃饭了 小湘 小湘 吃饭了 来了 吃饭 吃完饭呢 身体就会好的啊 哎 你爱吃的鱼我做的 快 有气 吃不下 好 那喝汤吧 喝两口汤 打个嗝就没事了 爸 我不是胃里有气 心里 我心里有气 汤啊不但是暖胃 还可以暖心 来 喝 喝完了消消气 别哭了 爸问你 你还没有打电话给夫君啊 我干嘛要打给他 应该他打给我才对 我懂 你拉不下脸打给他对不对 不然这样 我帮你打 不行 咱们谁都比打给他 我知道 结婚当天 发生了那样的事 你脸上当然挂不住 不过你要知道 婚已经结了 以后的日子还得过 你们这样下去 不是办法啊 婚姻哪 夫妻两个人 有时候忍一忍 事情过去了 一切都会好 那这种事都能忍 以后岂不什么事都得忍了 你讲这话 真像你妈 当年他跟你说的一样啊 但结果呢 谁当家 还不是他当家做主啊 不是我 对吧 你就给夫君这个台阶下 他心里面 会感谢你的 真的 嗯 那 那爸 你帮我打吧 嗯 不过 你一定要替我好好的爸骂他 对 我知道 我一会儿吃完饭 就打电话骂他 好吧 哎 来 来 兄弟 我们回去吧 对啊 你已经在这儿跪了一天一夜了 这样下去 你身体也受不了啊 要不然这样吧 你跟贝贝先回去 我在这儿陪奶奶 行吗 这是我自己的事情 你们不用管 哎 小玉你来了 他这样已经一天一夜了 连一口水都不肯喝 我们叫他起来 他也不肯 怎么办啊 好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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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回家吧 奶奶走 我们都很难过 我们真的不忍心 看你这么折磨自己 你看你现在 人不像人鬼不像鬼 你还是我们认识 那个宋承熙吗 是 起来吧 宋承熙 你以为这样 奶奶就能活过来吗 宋承熙 奶奶就是不想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 她才不愿意告诉你她的病情 你什么意思 其实你早就知道了 你早就知道 奶奶得了癌症 不愿意治疗 你也知道吗 我 这 这个我真不知道 你们合伙瞒着我 是 陈熙 奶奶瞒着你 自有她的道理 她是护士长 生老病死 她都已经看淡了 她活着的时候 她努力工作 享受生活 她这辈子很满足 我知道 奶奶就是不想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 她才不想把这件事情告诉你 她希望你能好好地生活 像她以前一样 珍惜 我没猜错 你早知道奶奶得了绝症 但是你选择不告诉我 让我蒙在鼓里 到最后一刻 再承受这种打击和折磨 你怎么能这么冷漠 这么狠毒 不是这样子的 你现在就冲着奶奶发誓 说你之前不知道 说你没有瞒着我 如果你早点告诉我 我就可以带奶奶去更好的医院看病 至少这样 可以让她走得不那么痛苦 可以不会让现在的我这么自责 这么内疚 这件事我不会原谅你的 是奶奶不让我告诉你的 这是奶奶的意思 她就是不想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 你别说了 珍惜 你走 我不想再见到你 我不想再见到你 珍惜算了别这样 小玉是受奶奶嘱托 她没有恶意的 你们别管 你还不快走 你走 我走 转身说爱你 爱来不来得及 再回来从前 只要你在身边 那些迷幻都情愿 谁给你拉开 谁给你拉开 躺着你 恨在此间 反正正落也纷飞 爱是转不了世界 只想说爱你 还爱不来得及 我不想让我的身体受那么大的折磨 我更不想让你的在旁边看着 心里头更受折磨 就剩这一点时间了 我不想让大家难受 奶奶算是命好的了 我都还可以自己选择 很有尊严地活着 其实奶奶这一辈子 过得真的很满足了 只是我 我还真的有点放心不下晨曦 谢谢 奶奶去世对晨曦打击很大 她心情不好 刚刚讲的那些话也不是她的本意 我希望你原谅她 别往心里去 我知道 阿庞 你们帮我好好照顾晨曦 别让她再这样下去 嗯 我知道 拿着吧 你看 你回去 你回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较大的 转发 较大的 habla 那 喂 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 请在多深后留言 夫君啊 这两天还好吧 一直在忙对吧 我知道 你忙的都是大事业 肯定充不出时间 处理个人的问题 我们都很想你 尤其 尤其是小湘了 他 他那个 他 她说 他担心你一个人 过度操劳又没人照顾 夫君啊 你知道的 与人都心软的嘛 你有时间打个电话给他 报个平安不就完了吗 好吧 好 好 谢谢 还说我没看到他的能力 他刚刚入行就当了副导演 我刚刚入行的时候 还跟在人家屁股后面打杂呢 照这么惯着他呀 下支广告是不是就当总导演了 明天就得自立门户了呀 对 就不能这么惯着他 还给他脸了呢 你不知道 李明玉长了一副小狐狸精的样子 就会在领导面前装单纯装可怜 只不定在背后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 好 咱们不跟他一般见识 来 消消气 我烦着呢 李明玉再这样嚣张下去 我总有一天会把他赶出公司 你也不给点意见呀 你这么聪明的女人 还斗不过一个小丫头啊 花点心思 对她这种人啊 道德仁义只能灌在嘴上 不能放在心里 什么意思啊 玩点阴的呀 我是阿力 从来都是光明正大的 从来不玩阴的 我才不想自降人格呢 人家都潜规则在先了 你爱光明正大的 你不情能让人家小人得志吗 亲爱的 亲爱的 我那项目马上就要启动了 你不是说要给我投资吗 我不是催你啊 我就想问问我那钱 我这几天还烦着呢为这事 我的头都快大了 等我高兴了再说 我这两天过来陪你 不就想让你保持一个 良好的心情吗 我真的好烦啊 我看见你更烦 怎么了 还真生气了 好了 别生气了 身上什么味儿啊 你是不是好几天没洗衣服了 赶紧回家换件衣服去 那行 那我回家拿几件干净衣服 晚点我再过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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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了 有空吗 莎姐 你看你笑的那么虚伪的 不是 暑号派你来的 不是 不用不用 不用不用 不是 小姐 我 我是特地过来看你的 你看你笑的那猥琐的样 看了我就想吐 说吧 什么事 莎姐 你今天气色真好 雅致那边的案子 已经开始拍摄了 你要不要去 看一眼 你明明知道 那儿呼风唤雨的人是李明玉 你找我干什么 你这不是诚心恶心我吗 你是不是专门来气我的 你看你那样 告你性骚扰别人都行 莎姐 你听我说 那些事情呢 都已经过去了 莎姐 你听我说 李明玉在你面前 那就是一个天一个地 而且你也知道吗 雅致是公司的大提案 也是公司的大客户 现在大家没有你在那儿的时候 全都觉得心里没底 她们现在啊 都已经在那儿 求爷爷告奶奶她求你回去 我想你要是再不回去的话 有可能她们把雨都给求下来了 莎姐 你就去吧 莎姐 莎姐 可爱的莎姐 莎姐 你就去吧 美丽的莎姐 哎呀 行了 别有嘴滑舌的 我去 一般拍的时候 你把构图卡到这个范围就可以了 因为我们后期上动画 所以背景是不重要的 这个是可以通过后期再处理是吗 好 你放轻松 别紧张 就当是在跟朋友聊天一样 你能跟我说一下你是怎么发现你男朋友劈腿的吗 那天我和他约好 一起去他公司吃午餐 我很开心 我就提前做好了爱心便当 结果 录了 可以录了 结果 结果我看见 他和另一个女孩 牵着手走出了公司 那他怎么跟你解释的 说是普通朋友 我知道他在骗我 可我也在骗我自己 我是那么地爱他 你这又何苦呢 也许这就是爱情 你所有的关心 所有的爱 在他看来 只是一个负担 终于有一天 他还是提出和我分手 那段时间 我尽了我自己所有的能力 我甚至做出了 一些有损于我尊严的事情 更是我所有的努力 在他看来 真是自取其辱 自作自受 看 稍微休息一下 怎么样 看一下回方 可是我所有的努力 你自己觉得 我觉得 我觉得 我觉得挺好的 好 过 下一个 我们李大副导演做得不错嘛 这么快就得心应手了呀 你去安抚一下演员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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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现场 把把椅子给沙姐坐 不用了 有李茗玉在这儿 我坐在这儿干什么呀 你先平静一下 她在工作的 刚才那段 你这是怎么了 说得挺不错的 挺好的 说她是副导演 就是蒙我的幌子吧 她明明就是正导演 在这儿都是她说了算 你就陪她开心好了 这么不专业的团队 这么不专业的摄影棚 不好意思啊 我一分钟都待不下去了 我受够了 大家继续工作 我帮你喝 帮你醉 你赶紧给我振作起来 智希 明天再休息一天 丧假就结束了 我在想啊 你要是没有心情工作的话 可以去修船呢 来转移一下你的注意力吗 修什么锁 不用锁 当初想修船 也是为了有朝一日 能带着奶奶出海去玩 而且也是因为奶奶的鼓励 我才立志开船还要时间 可是现在 现在奶奶已经不在了 我还修什么船 卖掉算了 你难过我们都知道 我们都理解你 真没想到你会这样 先怪李明玉 现在把气撒到船上 算什么呀 其实我想 小玉她也是必不得已的 奶奶就是不希望 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 才不跟你说的吧 少跟我来介绍 所以 她就可以不跟我说 却跟李明玉这个外人说 这算什么 我可是她亲孙子 我可是她亲孙子 有些话 就是跟家人才说不住口吗 宋存希 我就想不明白 你到底在发什么脾气 你在生奶奶的气 还是吃李明玉的醋啊 李明玉也真够冤哪 人是真心关心你 前两天还跟我说 让你别这么下去了 你再这么下去 奶奶知道她怎么想 我不需要李明玉关心 你别再管我 你也别再管我 你记住 这是我自己的事 来呀 打我 你从女人发脾气 你怎么走 不要打 打我 打 你们不要再打了 我拜托你 阿宝 你冷静点 干了 这人不是我吗 晨曦 她还好吧 别问我 我不知道 听说 我送晨曦她奶奶挂了 真的假的 干你屁事 再说奶奶事 我抽你 管一边去 别妨碍我工作 你这什么态度啊 我偏要说 听说她是在人家婚礼上挂的 这不是出人家眉头吗 你这个三八不光犯贱 还嘴臭啊 一点教养都没有 混蛋 垃圾 你再这样说话 我让你卷不开走人 你开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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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开 谢谢你 你开呀 阿宝 你开呀 你开呀 阿宝 阿宝 快 你咱拿过来 快去 你拿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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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她能骗我 可我也能骗我自己 我是那么地爱她 你拿过来 时间就这样 一点 一点 一点一点的 消磨掉你对她的所有爱 如果早知道 我们俩会走到今天结束 我根本不会嫁给你 对 如果人生可以重来一次 我好不容易不要认识你 让我重新来过 既然老天爷给我一次机会 让我重新来过 我想改变你 我要保护所有我爱的人 奶奶对你那么好 奶奶全是 你会后悔 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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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奶奶 所以我要让自己变得坚确 勇敢地面对一切 包括过去一切的伤害 你也许这种 其所有的关心 所有的爱 在她看来 只是一个负担 只是一个负担 小玉 奶奶以后没有办法看着她 你帮我看着她 好不好 我带奶奶 我帮你看着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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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玉 小玉 我始终都觉得 你不像外人 你好像我的家人 奶奶 奶奶 我就是你的家人 我这辈子都是你的家人 小玉 我爱孩子 我要 老婆 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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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段时间 她 我心了我自己所有的男人 我甚至做出了一些 有所与我尊严的事情 可是我所有的能力 在她看来 只是自己欺辱 最可自受 宋真希 奶奶就是不想看到你 现在这个样子 她才不愿意告诉你 她的病情 你什么意思 其实你早就知道了 你早就知道 奶奶得了癌症 不愿意治疗 奶奶就是不想看到你 现在这个样子 她才不想把这件事情告诉你 她希望你能好好地生活 像她以前一样 真希 你走了 我不想再见到你 天堂 怎么了 没什么 没什么我出去一下 是不是因为 晨曦奶奶的事情 不是 我知道你跟奶奶感情好 如果想哭 就哭出来 会稍微好受一点 我 我真的已经尽力了 我已经尽力了 可是为什么我 为什么我阻止了奶奶的意外 可是奶奶还是得了病 为什么 为什么好人就一定要遭上 这么多苦难 为什么 你 你 我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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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你 对不起 我出去一趟 对不起 是我不好 是我不好 你不用道歉 我说了 这一切来得太快 我本来还没有准备好 接受一个新的感情 结果又不小心跟你走得太近 对不起 我都跟你说过 是我要主度喜欢你的 跟你没关系 你看你又来了 每次我说我喜欢你的时候 你都要在我们两个中间 弃上的路墙 我千方百计把这栋墙推倒 你却要弃上另一道 说实话 我没有办法想象 墙那边的世界是怎么样的 所以 我就只能尽力 把你拉进我的世界 也只能尽力 我不管你跟宋晨熙之间 曾经发生过什么 也只是经过 有多少欢乐 或者是给你带来多少痛苦 那都已经是过去时 你活在现在尽形式 日志就能结束 所以 更应该着眼你眼前 向前看 而不是一直回头 也被对被沉默 答应我 给你自己一个机会 给自己一个 重新爱上别人的机会 让自己去享受被爱的喜悦 和被宠的幸福 让我 做那个愿意为你上天 去摘下星星和月亮的男人 好吗 忘记了 对不起 我不需要这些 我不需要什么名牌礼物 更不敢奢求天下的星星 什么浪漫激情我都不想认为 我已经不再追求这样的爱情 因为我实在是害怕 我害怕你为爱而吵架 分手 吵架 然后再和好 我真的累了 我心里就想找一个 彼此认同 彼此了解 相知相惜的伴侣 正因为这个 你才更应该敞开自己的心理 要不然你永远没有办法找到 属于自己的伴侣 实际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 我需要时间 你需要的不是时间 你需要的是决心者 你不懂 我懂的 我什么都懂 每次你说太快的时候 对对对对 那都只是借口 不是重点 真正的重点是 你必须要下定决心 对过去放手 我不能放手 就算我跟宋晨熙不在 我也没有办法当他是陌生人 哪怕 哪怕以后我们俩都有了新的伴侣 他在我心里永远有一个特殊的位置 是 行吗 我 这是 我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